圣灵的果子是为了自己 是让你的生命能够显明出来 基督的生命从你身边显出来 所以圣灵的果子是为了你的 但圣灵的恩赐却是为了别人 这是我们常常在运行的 恩赐运行的时候 不明白的一件事情 很少注意到 但的确神给你这个恩赐 这个恩赐常常不是为你自己用的 这恩赐是always为别人的 所以有些时候你会看到 有一些很有医治恩赐的人 结果自己却cancer 有时候你觉得为什么他会得cancer呢 然后为什么为自己祷告 他自己有医治恩赐 为什么为别人祷告 可以可是自己却没有办法为自己祷告 为什么不为自己祷告 如果你有恩赐 你先会医治自己啊 对不对 这是我们常常的想法 那你错了 因为恩赐的确不是为自己 恩赐是为别人 这恩赐 一个有恩赐的人 这恩赐不能用在自己身上 actually 你为自己祷告是没有果效 你是要用在别人的身上 有时候你碰到一些先知 你看遇到先知 特别我这些年遇到很多的先知都是 为别人祷告非常的准确 哇 真的清楚的不得了 哇 棒极了 自己的生活一塌糊涂 没有方向 根本不知道神要他做什么 阿们 阿们 真的 先知就是 有时候你说怎么会这样 你又不懂了 恩赐不是为自己 他根本搞不清楚前面的路 自己莫名其妙 一塌糊涂 为别人祷告的时候 非常清楚你要干什么 真的 我看到太多这样的先知 也许你还没见过 但真的就这样 我认识太多的先知 简直一塌糊涂 需要我们这些使徒去告诉他要做什么 但是 这些年我越来越明白 真的是恩赐是为别人 你说怎么会这样 真是身体的观念就是这样 身体的观念就是这样 我们看其实今天 当我生病的时候 是需要你为我祷告 当你生病的时候 是我需要为你祷告 但今天在教会里面 常常不明白这一点 所以当然有时候你看见 一些有恩赐人软弱的时候 或者是他生病的时候 你会觉得 怎么会这个样子 他一定犯罪了 不行 伤罪就出来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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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是 你我需要为他们祷告的时候 Amen 所以我常常也是跟教会弟兄姐妹说 你们生病的时候 你就找刘师母为你祷告 刘师母生命怎么办 我们那就是祷告 我说他们就回答说 那牧师为我们 为谁为他祷告 我说Come on 你们真的是 就很多时候我们就忽略了 其实当我们做牧者 当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扶持他们 但牧者有需要的时候 弟兄姐妹一定要来扶持他们 所以我觉得就是 这是身体的观念 就是这样 欢迎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 神这样的design的目的 就是叫你说 嘿 你不能够靠你一个人就好 连保罗都不能靠他一个人就好 保罗在祷告的时候 主啊 求你告诉我要当做什么 神也没有直接告诉他 神是叫亚拿里亚 对不对 来到他那边告诉他 将来做什么 那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呢 保罗这么厉害 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呢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 神你直接告诉我就好了 有时候神就是要 让另外一个弟兄告诉你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你需要同工 你需要你的弟兄姐妹 Amen 那同工的条件是什么呢 同工的条件一般来讲 当然我们最喜欢用FAST F-A-S-T 你听过吗 Faithful 中心 然后Available 要定是有时间 能够摆上 肯摆上 第三个 Submissive 一定要顺逢 顺从全病 第四个是T Teachable 是要能够受教的心 要忠心 Faithful Available 就是肯摆上 Submissive 顺从 第四 Teachable 受教 但这些年呢 其实FAST用太多呢 就觉得 有些人不大喜欢用FAST 开始用3C 听过3C没有 3C就Character 对不对 第一个你要有品格 最重要 No.1 Character 第二个 Chemistry 要来电 Chemistry 就是要合得来了 有人说 你请一个同工 一定要这个同工 跟你一起能够度假的 这种同工才行 就跟你玩在一起的才行 换句话说 Chemistry 就发现其实很多时候 在教会里面过去 很少注记这件事情 发现其实都是好同工 都非常的忠心 都非常能干 但就合不来 合不来 是不是没办法 就是合不来 就是合不来 也不是谁对谁错 没有谁对谁错 就发现Chemistry很重要 Chemistry 就是讲到 Chemistry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来电 来不来电 两个人 第三个就是 Competence Competence 就是能干才干 Competence 那所以我们看 其实这三件事情 当然首当其冲 就是Certitude Certitude最重要 一个人的品格是很重要 那这是第一个 我们需要考虑 那其实来电 不来电是过于才干 因为其实在一个团队里面 最重要是我们要 能够合得来 是很重要 如果说在一个团队里面 合不来 再能干 也没有办法 所以就在选童工的时候 其实 越来越觉得 其实到不见得说 一定这个童工 要多么强多么强 而是我们真的要能够 在一起童工 大家其实能够 觉得说个性各方面 都能够配合在一起 这是更重要一件事情 更重要一件事情 所以其实以前我们 选请牧师的时候 都是听讲道 听他讲道讲话 其实哎呀 这牧会是more than讲道 真的more than讲道 但很多我们只听讲道 讲得好好 请请请请 其实都搞错 所以后来一踏无头 都是这个原因 其实有很多 更重要的issue 比这个讲道 讲道是competent 你会不会讲道 只是才干而已 对吧 但事实上品格如何呢 是不是合得来 会众是合得来 也都很重要 第三个我想是更重要 叫建立共识 其实在我自己 募会这么多年 发现共识 是最重要一件事情 否则的话 我们一天都讲 同心合意 是白讲一场 因为很多时候 当我们讲 同心合意的时候 其实我发现 每一次说 同心合意 其实常常就是 大家就是发现 我们讲 牧师在台上说 我们要同心合意 下面说 我们要同心合意 大家就阿门 其实牧师意思 你们要同我的心 和我的意 慧众意思说 你要同我的心 和我的意 所以你阿门 都不知道阿门 什么东西 你知道吗 那我就越来越发现 其实在教会里面 怎么讲同心合意 其实都是 一个空谈 真正能够同心合意 一定要建立在 共识的基础上 什么叫做共识呢 共识的定义是什么 很简单 就是讨讨论出来的结果 是讨论出来的结果 同心合意 一定要建立在 共识的基础上 那你说牧师 你刚刚不是讲说 这个意向 是从领袖而来吗 没错 意向是从领袖而来 但是共识 却是达成意向的管道 你要达成的意向吗 一定要有共识 才能达到这个意向 意向是要从领袖而来 但是你不能说 哦 我有意向 Let's go 你发现只有你一个人去 想象的不去 You see 这问题就在这里 今天太多领袖的问题 就是我从神经得到的话 我们往前走 可是问题是 没有达成共识 后面通通留在后面 没有人要跟你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 这个意向 也不同意这个意向 还没有完全领受这个意向 共识是什么 共识是我们 要一个讨论出来的结果 也许在这个时候 我们所能够 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意向 是一部分 没有关系 这就是从我们现在的共识 也许神所给你的是 很遥远的目标 很遥远的意向 You know 但是至少 我们现在能够讨论出来 能够同意的这个共识 就是我们现阶段的目标 这个阶段的目标 你就要按照现阶段的目标来运作 运作 而不是以那个很遥远的意向 来运作 慢慢慢慢 当你这个信任感建立起来之后 你发现共识的范围会越来越广 越来越大 一直到整个会众 都能够认同神所给你的意向为止 所以你看意向的确实从领袖来 但是你不可忽略这个共识的过程 共识会非常的重要 你一定要有讨论出来 而且按照你讨论出来的结果 来往前进 千万不要急 千万不要急 很多时候幕会人就是非常的急 但是到你的会众 有些时候非常慢 很缓慢 特别是如果是 你不是创会的牧师 更加的缓慢 如果你是到一个教会 是existing存在的教会 你是接管一个教会 哇 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 更是缓慢 因为他们有继承的传统 一切都在那个地方 只能要认同一个新的意向 非常的困难 所以你一定要达成共识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就比如说 迦勒跟约苏亚旧约时代 你们想过迦勒跟约苏亚的故事 你知道当他们去 第一次去探查那个 那个迦来美帝的时候 十二个人去 十个人回来说 那个是 虽然是牛奶与蜜之一 但是那边是巨人 敌人 我们像炸猫 怎么能逼呢 所以他们回来说 不可以 虽然神应许之地 我们也不上去 一定没办法 那 加勒跟约苏亚说 虽然是巨人一样 可是这神应许之地 我们一定能够得胜 我请问你 这十个人 这两个人是谁是对的 谁是对的 约苏亚跟加勒是对的 而且约苏亚跟加勒 明明知道他们是对的 有神的一群 我明明能得到这地 换了你是 约苏亚跟加勒 当以色列百姓 都不听从你们两个人话 OK 不听从你们两个话 他们听从那十个人话 你会怎么样 你会怎么反应 他们都不要 我们两个去了 这应许之地 甚至我们两个去 不要 可是约苏亚跟加勒没有 think about it 这两个人明明知道 这是应许之地 他们应该去 可是他们却愿意 四十年 跟以色列人 在旷野里面漂流 四十年 明明知道他是对的 他们有撇弃这个会众 跟着他们四十年在旷野 Wow Let me tell you 我们看这真是一个 懂得整个和神心意的 他们四十年在旷野里面 一直等到以色列人ready 最后 其实在他们那个generation 在那一代 只有他们两个人最后进去 只有他们两个 但他们带了当时新的以色列人 新的一代以色列人 已经ready的以色列人 进入迦南美地 Hallelujah 我每次想到约苏要跟加勒 我就知道 值得等的 值得等的 神给你一个意象 虽然你的会众并不明白 但是你要努力传递 传递传递 直到有一天 你的会众 能够领受同样的意象 共识达到 就能够一同进入那应许之地 Amen 所以共识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 你要做生命的投资者 什么意思呢 就第一个要给别人 侍奉的机会 什么叫生命的投资者 你一定要给别人 侍奉的机会 你说会不给别人侍奉 在教会里面是有的 真的 我们常常会容易这样 在圣经里面也看见 你看保罗刚刚 刚在大马社 他信了主耶稣基督之后 到处做见证 结果就被逼迫 他们赶快把他送回到耶路撒冷 你想想看 当保罗一回到耶路撒冷之后 赶快到教会到处说 我信耶稣了 从我们现在讲 太棒了 保罗信主 不是天大好消息吗 请问当时教会 有没有让他侍奉 没有 他们想 too good to be true 太好不可能是真的 狐狸你卖什么药 这个人 no way 绝对不让他来侍奉 结果保罗必须要到大树 回到他的家乡大树 一呆呆几年 十年 十年 think about it 教会居然把保罗冷冻十年 想想看 保罗 被教会冷冻十年 哇 真的是 可见了我们教会是很会冷冻人的 有太多这种精华的人才 并没有被教会所使用 因为我们并没有给别人侍奉的机会 没有给侍奉的机会 巴拉巴 是巴拉巴把大扫罗找回来 巴拉巴是真的是我们的榜样 巴拉巴是名字劝慰子 巴拉巴就劝慰子的意思 一个劝慰别人 他always给别人侍奉 把保罗带出来去见彼得他们 彼得 重新把它带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 我们看今天我们正要学习给别人侍奉的机会 在教会里面许许多人 渴望能够得到侍奉的机会 他们是不是愿意给别人侍奉的机会 第一个给别人侍奉 第二个也给别人第二次机会 很重要 不但是给别人侍奉 而且第二次机会 巴拉巴就是一个给别人第二次机会 你像马可还记得吗 第一次旅行步道的时候 他们带了年轻的马可出去 就半路马可就受不了太辛苦了 就回家了 回家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 巴拉巴也说 那个马可那带去吧 保罗说那个马可不可以 绝对不带 而且真的发脾气了 他保罗跟巴拉巴就吵架了 吵架了就为了马可吵架 而且吵到一个地步 分道扬镳了 哇真的 OK那算了 我们分开了分开了 你带马可我带别人 可是感谢神 到后来我们看到保罗晚年的时候 他写信 说要把那个与我有益的马可带来 哈利路亚 我们看见巴拉巴真的是一个给别人第二次机会 巴拉巴带着马可出去 结果马可就成为今天写马可福音的马可 哈利路亚 我们看在侍奉当中的确 我们always 真的是给别人第二次机会 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会常常因为别人所做的一些事情 我们就打入冷宫一辈子不入用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个像巴拉巴这样的心肠 真的发现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渴望能够被神所使用 那只是认识哪个地位哪个位置而已 我们就帮他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鼓励他 就发现其实 真是能够给他更多的机会来服侍 其实我自己常常发现我自己就是一个 很多人来找我希望我做他的mentor mentor 我说no no no 我其实不是个mentor 你会很失望如果做你的mentor 因为我太忙了 没时间可以做你的mentor 可是我说no我不是mentor 我其实是一个生命的投资者 我真的看见我自己就是一个投资者 投资在人的生命上 给别人机会 所以我自己执堂是非常快的 我们教会执堂 我们现在78间教会了 我总是给很多的牧者很多的机会 真的说ok只要你愿意 我就support你 让你开始 让你开始 当然也许会失败 投资的意思就是 win some lose some 有些会成功也会失败 那这些年我都已经很understand 失败是很正常的 其实执堂失败也是很正常 观教会也是很正常 开教会很正常 观教会也是很正常 所以我们也观过几间教会 那现在我也觉得 哇这是part of the投资 就是这个意思嘛 有些成功有些失败 可是这是我乐意 always给别人一些opportunity 一些机会 让他能够起来 让他能够侍奉 那我们看见 其实在我们整个教会里面 我们也是尽量 都是给很多弟兄姐妹机会 只要你有些idea 我们总是希望帮助你 能够让你有那个服事的机会 生命的投资者 我想做一个牧者 我们一定需要来学习的 领袖必须花时间 培育团队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也是很重要 营造属灵的环境 是成功的关键 属灵的环境太重要了 其实在过去 我在读神学 从来没人教导我这件事情 建造教会很简单 就是要预备环境 就是要预备一个环境 环境太重要了 因为人根本就是环境的动物 你讲一大堆大道理都没有用 你讲一大堆真理教导 你想想看 在我们中国 在台湾的时候 我就知道 在台湾的时候 说真的 有那些 那些什么佛教道教的人 哪个人明白他姓什么 没有人知道 这些都是从小吃拜拜长大 你知道什么叫拜拜吗 有些人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 吃拜拜就是 过年过 过什么节 什么什么妈祖节 什么节 什么节 大家一起吃饭嘛 在庙前吃饭 就这样长大的 你问他姓什么 不知道 他虔诚的很 真的 信仰其实是一个生活了 你讲一大堆大道理 有没有 当然很好了 但是你不要以为 你讲大道理 人的生命会被改变 不会的 除非环境改变 你有这个环境 人的自然follow 真的 如果不明白 你拼命教导 没有用的 为什么基督教进中国这么困难 因为基督教 不是进中国 是说西方的基督教要进中国这么困难 我特别讲西方的基督教 因为西方的基督教强调的就是辩论学 辩证学 所有这些神学的系统架构 都是西方的一些基督教出来 今天我们学的都是这些东西 为什么这么困难进中国 因为中国不来这一套 西方的基督教强调是 对不对 中国人是零不零 对不对有什么用 为什么进不到中国 没用 所以如果西方的基督教不需要反省的话 你根本传不进中国的 因为是西方的哲理 这不是真正的基督教 因为我们在传一个理论 系统神学 不是真正的基督教 你要真的把信仰 是生活 中国人是生活 就是这样 我在庙前吃饭 这就是我的信仰 你讲大道理一点用都没有 环境的预备太重要了 我们这么多年 我发现教会要成功 你要先预备一个环境 教会就成功 一定要这样做 几个例子你就明白 在这个San Jose有一个餐馆叫中济面加 你吃过没有 中济嘛 你去中济面加 很便宜嘛 小口打腕 很大碗 很便宜 他说中济啦 面加 你去吃的时候 你发现一进去 奇怪 一进去每个人在插筷子 第一件事情 不但是中国人插 老美进去也插筷子 我觉得这很奇怪 可是跟我旁边说 你为什么插筷子 我也不知道 我看大家出来我赶快插 你到别的餐馆都不会去 到中济就在插筷子 每个人插筷子 真的 你有经验就知道 都不知道为什么 只是看见大家出来插 你就知道你一定要在这 一定要插筷子 谁环境 你到别的地方不会这样做 你到这上面一定这样做 环境 你在一个环境里 一定会做环境要求你做的事 就这么简单 真的 你想想看 耶和华建政人会 虽然他传的是异端 有一件事情是 我们永远省不过他 一进耶和华建政人会 就两个两个出去 对 两个出去 寇门就传他们的福音去了 你就奇怪了 在我们福音派教 在我们这教会 我们怎么在台上讲 怎么讲 就没有人出去 对不对 他们那种教会 任何一进去 新进一进去 就两个两个出去 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 新男人到我们这种教会呢 讲台说要出去出去 他要左看 没有人出去啊 为什么要出去呢 没有人出去 你到耶和华建人教会 一定出去的 新男人什么都不懂了 他看大碎 他就跟着出去了 他根本不需要明白 anything 他就去了 教会一定要预备环境 环境不预备好 你在台湾讲死都没有用 你再讲都不会做的 没有人会做的 因为你没有预备环境 You see 今天幕会 你一定要注重 第一件事 环境不预备 你根本不用说什么 环境预备好了 自然会发生 你连讲都不用讲 就自动发生了 一个来到教会 他就会follow whatever 你在教会 他一定会去做的 所以幕会一个成功 这最重要一件事情 你说 OK 怎么样的环境 第一个 神同在的环境 神同在的环境 或者说一个爱主的环境 一个神同在的环境 其实为什么要做敬拜赞美 其实敬拜赞美 一个很重要一件事情 两方面 第一个 带来爱主的心 你在台上 无论怎么讲 爱耶稣爱耶稣 比不上他自己唱爱耶稣 真的 当我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 你发现当一个人来到神面 他能够举起手来唱诗歌的时候 他们说 耶稣我爱你的时候 当你乐队主 耶稣说我爱你 我告诉你 爱主的心就自然成长 就这么简单 我在台上都不必说 你要爱耶稣 不必 当我们一起敬拜 说耶稣我爱你 我们一起来唱诗歌的时候 当他看见很多人 在那里举手敬拜 他很自然 他能够举起手来的时候 他就开始从 一个莫名其妙 一个爱主的心 就在他里面产生起来 当一个人在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 很自然 神的同在就很自然的运行 其实神是与我们同在 Always与我们同在 但问题就在这里 很多时候神是与我们同在 但我们不常与主同在 这是我们真正的问题 你知道神与我们同在 跟我们与主同在 是两回事情 两回事情 马可福音第三章十四节 主耶稣呼召门徒 第一件事 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 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 可见的 主与他们同在 跟他们与主同在 是两件事情 就比如说我们中间姐妹 你在厨房炒菜 你先生在外面看报纸 你就跟她聊天 你先生在外面 就啊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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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煮完菜 问她几个问题 她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气死拿起报纸 来打她的头 死到哪里去了 她没有死到哪里去 她就在那里 但你与她同在 她没有与你同在 Amen 懂吗 今天神是与我们同在 我们接受耶稣说 我们个人就是 神就是与我们同在 今天我们两三个人 聚在上帝就在这里 但问题是 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却不见了与主同在 这是真正的问题 当我们在敬拜赞美当中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敞开我们自己 我们是说 主我们愿意与你同意 愿意来体会你 愿意来敬拜你 愿意尊崇你 而当我们敬拜赞美 是一个敞开的环境 让圣灵能够自由地运行 你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 God is here 当一个人真的敞开 他自己来敬拜赞美的时候 他能够经历神的同在 神真的就在这里 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 我们很强调敬拜赞美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其实当我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 人的心就自然归向神 自然他就会爱慕神 自然他能够感受到 神就在这里 初代教会为什么成长这么快 为什么这么增长 这爆发性的成长 就是因为答案在于 神的同在显明出来 使徒先生二章四十三节 讲得很清楚 众人就都惧怕 其实原文是敬畏 为什么敬畏 因为神的同在显明出来了 显明出来 God is here 所以很多人在敬拜赞美当中 感觉到神向他们说话 感觉到神触摸他们 很多人在敬拜赞美中 眼泪就流出来 所以很自然的 因为他感觉到 甚至还没有 还不用讲道了 你讲道还没有人流泪 一唱歌他就流泪 因为他感觉到神的同在在这里 你还不用做任何 你还不用讲任何事情 当你预备一个敬拜赞美的时候 那个环境已经在那里 一个人就能够敞开在神的面前 让神来工作 神同在的环境是很重要 第二种是信心的环境 信心的环境 其实也是很重要 怎么样让弟兄姐妹 信心能够成长 那其实在我们教会里面 我们很强调信心 我们信心的一个 怎么预备这个环境 就是透过我们宣教的认线 宣教的认线 我们一直强调宣教的工作 凭信心 是大家一定要凭信心去认线 跟同样这个认线的意思就是 也许你现在不见得有这个钱 可是呢你凭信心 当圣灵感动你凭信心 愿意做这样的认线 也相信神在未来一年 你会供应你这个数字 会供应你一切的需要 凭信心 所以宣教师是凭信心往前走 还没有看到道路就往前去 教会今天在后方 也需要凭信心来support 每一位平信徒 需要凭信心来support 我们也是鼓励弟兄姐妹 一定要凭信心走穿 踏出这一步 那我们就看见在我们教会里面 从第一年开始讲信心 连续讲了 我记得第一年 我们连续讲了四次信心的信心 然后我们就鼓励弟兄姐妹 为宣教 第二年的宣教 做信心的认线 那在那一年的时候 我们呢 还 我记得还有一个 为我们信经宣教认线 设立一个target 一个目标 我们希望收到四万块 第一年我们刚开始 希望四万块钱宣教费 用明年第二 就我们讲完四个 把信心收 这信心认信的时候 哇 弟兄姐妹信心比我们还大 弟兄姐妹 第一年我们信心认信 就三十二万 三十二万每年 哦 那个时候人数 还不到一百人 三十二万 哇 吓死我们 我说你们填错一个灵 放错一个灵 可是那时候我们说 哇 既然如此 我们凭信心就领受 我们也相信上帝 会供应你们的需要 感谢主 我们就看见 从那个时候开始 多少的见证 我们有太多这种信心 他们凭信心认线的主生 果然供应他们的需要 有多少的见证 所以我们宣教认线 就越来越增加 三十二万到四十到五十万 到八十万 到现在一百多万 每一年都一百多万 就发现神在这个过程当中 让我们弟兄姐妹有信心 凭信心 除了General Frank之外 他们愿意在宣教之间 任性 也相信神必然会供应 他们一切的需要 所以你发现 当越走这条路的时候 就看见弟兄姐妹 信心越来越大 敢于跨更大一步 从小步开始走 能够继续往前走 所以说信心的环境 我们看见信心的环境 透过这个信心宣教任性 我们再建立信心 第三个环境 就是成长的环境 成长是需要环境的 就像孟母三千的故事 为什么孟母要三千 因为环境 希望为他孩子预备 那在美国有没有这种 of course 我们在美国戏谷 也有三千 从Lupitas 然后搬到Copertino 再搬到Saratoca whatever 为什么三千 因为你希望有个成长的环境 同样属灵的成长 也是真是一种环境 我常觉得真正的学习 一定是才从真正的实作当中 你在去做的过程当中 才是真正的学习 才是真正的学习过程 否则你 我想你大家有经验 你教主日学就知道了 你教主日学 花了时间教完 整个堂主日教完 你发现在教主日学 在整个主日学当中 最得帮助的人是谁呢 就你自己 下面人听了一片误会 只有你自己最得帮助 因为你正在做 你才真的得到帮助 否则你听在都没有用 在教会里面这么多年 装备课程都很失败 为什么 因为听了半天 大家都听听听听 可是真的 他没有真的去做 这通通都是 真的你的学习 只有最多10% 你都记住在心里面 只有在真正做的过程当中 你才真正的学习 所以这是我们教会 整个理念 是在做的过程当中 能够成长 所以小组教会 就很重要 小组教会就是 从实做的过程当中 来成长 那其实 很多人在问我说 你们教会 这个小组长的条件是什么 就一定想到 很严格的要求 读完圣经一遍的 那我说我们教会 小组长教会 就非常简单 什么呢 就是爱神 第二个爱人 你爱神吗 爱人 可以 你说信主康 你也可以 没问题 我们教会 门槛是很低的 我们教会 门槛是低的出奇 这个是非常低 你很容易进来 很容易侍奉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其实重要的是 不是你的门槛 有多高 重要是 这个人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他才明白自己的需要 否则他就不知道 只有一个人 当他在小组长的过程 当他才发现 哇原来我这么缺乏 对圣经的知识 原来我这么缺乏 对神的爱 我需要上帝爱来充满我 我需要更多来装备我自己 只有一个人 在服侍的过程中 才知道他多么的需要 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在成长 他在成长 所以在我们教会 其实你就发现 虽然一开始你觉得 哇这样也能够做小组长 但其实你知道 我们现在小组长 这个训练 会每一次我们都有三四十人 甚至有一次 有一百人来参加小组长训练 哇怎么这么多人参加训练 因为很简单 因为他们觉得 如果这种人都可以做小组长 那我也可以做小组长 在我们教会有一种 真的有这种 如果这种人都可以做 那我一定可以做 大家会抢着来做 大家很愿意来做 在我们教会小组长 是终身职的 by the way 终身职 没有退休的日子 其实我们就是鼓励你 继续做下去 那当然我们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有区目来关心你 帮助你 希望你能够站小组 你不会的时候 能帮助你鼓励 不是把你放在那里 什么都不做 但是我们鼓励你开始 在释放的过程当中 你就成长 换说我们的理念里面 从来不是一个人准备好了 才来释放 不是说一个人 关在房子里面 圣灵大大充满 像那种武侠小说一样 然后 有一天 不是这样 然后都是一些 这些很奇怪的 中国教会的思想 我们所强的就是 其实很频繁 灵恩也是这样 非常频繁 就是从我们实作的过程当中 你去经历神 从实作的过程当中 你生命就慢慢地成长 慢慢地成长 那我们就看见 其实这些年 在我们教会当中 我们在教会里面 并没有说很出色的什么人 都没有什么 可是我发现 这些年 我就发现 很多时候 真的教会有一些 有些人 有些什么意外的时候 等我冲到医院里面去的时候 我就发现 小组长已经在那里 屈木也在那里 该做的导告都做完了 该做的什么都做完了 他看着我进来的时候 觉得 这牧师来了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那你说 结束祷告吧 叫我去 那一开始 我会觉得 好像很不喜欢 我很会做这种事情 因为没机会做了 你知道吗 可是反过来讲 这不就是教会 就是应当如此吗 平行徒起来侍奉 起来侍奉 我就发现 当你在小组的 这个教会里面的时候 当你让弟兄姐妹 就是有个门槛很低 能够开始侍奉的时候 就发现 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就在成长 回头看都在成长 一开始看非常可怕 但是回头看都在成长 你们想想看 你们以前不是这样吗 开始侍奉多可怕 人家看 各个都是担心的要死 可是No Come on 往回头看的时候 真的在成长 真的在成长 我回头看 整个美国 中国茶经班的历史 也是这样 你看 我在年轻的时候 就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就参加茶经班 我知道茶经班 多可怕 这些人 也不知道 信主多少年 怎么就开始拿本生意 拿本参考书 就来带茶经 每次你听他分享 我都已经 我从小在教育长大 忍受不了 这些人茶经 差点异端 差点讲成是异端 再讲一句异端 就是这样子 可是你再回头过来 20年之后 茶经班运动 20年之后 现在在整个美国 所有这些华人教会的中间分子 所谓长老 都是当年从茶经班出来 你们 真的 有多可怕 多危险啊 那时候唐从容 一天到晚批评茶经班 茶经班 各个都是异端 都是茶经 大骂我们的茶经班 乱茶一通 一定要他那种正规神学 那种才可以 可是没想到 现在整个都成为 教会中间分子 都是从当年茶经班出来 有些都是从 这样子 做的过程 带的过程当中 都在成长 你们 所以天外不要梦想 我听到很多牧师在梦想 我一定要门徒训练 三年 像耶稣一样 我的经验 我看过很多教会的牧师 要训练门徒三年 三年之后 他的门徒都走光了 你不如就放他们去做吧 真的 让他们开始做吧 在做的过程 让他们哭了 你去拍拍他 再来 冬牧师加油 加油 我们都是一伙 加油 这冬牧师苦哈哈的一批弟兄姐妹 那么come on 就往这 鼓励他一下 人就需要鼓励一下就好了 说真的 只要他在很灰心的时候 拍拍肩膀 冬牧师我在为你祷告 keep going 他就继续下去了 就是这样子嘛 我们人不是就这样 一天多少困难 就这样走过 牧师的责任 就是拍拍肩膀而已 加油加油加油 就这样走过来 你不要梦想 你要去门徒训练他三年 no forget it 让他去做 做的过程中一定成长 Amen 好 我们讲这教务的领导 这是第一部分 环境太重要了 Anyway 你要figure out 很多的环境 是你要预备的 当你预备了这些环境之后 Actually教会是很自然而然会成长 弟兄姐妹就按照 这个 你所预备的环境 他们会 他们就会来按照那个生活 每一个来到我们教会的 第一件事情 到我们教会第一件事情 我明明没讲任何小组 第一件事情 我要去哪个小组 每一个人到我们教会第一件事情 都在问我要去哪个小组 我在讲从来没讲小组 他就说他一定要来找小组 这就是环境 有这个环境在 他一定要 他知道他在教会 当然来到我们大家会 一定要找个小组 不然你就是lost totally lost 没人理你的 大家会有一个很悲惨的事情 没人理你 不会有人bother你 一句话 你也不知道你是新来的 所以来到我们教会 是很好休息养伤的地方 不会有人跟你讲任何一句话 OK Don't worry 很多人喜欢到我们教会 就是太安全了 不会有人说 一定会identify 新人啊 最怕这种事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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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站起来 没人会勉强你 也没人跟你说一句话 可是你知道 你在这条件 你就知道你需要一个小组 在小组里面是个family 能够彼此的support support 好 我们接下来讲这教目的管理 我们讲到多少就算多少 OK 没关系 好 第一个 教会成长需要管理吗 当然需要管理 当然需要管理 那第一个 管理能够使异象实现 管理能够使异象实现 你都发现了 其实在每一个主日 你看每一个sunday 在每一个讲台上 有多少wonderful idea 每一位牧师都想出 最brilliant的idea 在台上讲 可是却很少 非常少这些好主义 能够被执行出来 非常少 为什么 因为根本没有那个架构 让这个好主义 能够实行出来 任何的idea要实行出来 都有一个架构 要有一个制度 要预备好 然后那个好主义 才能够实行出来 如果说你没有那个架构 没有那个制度的话 你讲再多好主义 都不会成功的 都不会做出来的 我们做牧师 一定要在这地方 要understand 你要推行任何工作 一定要有个制度 跟架构出来 没有制度跟架构 你是白讲一通 不会做出来的 你在台上怎么讲 都不会做出来的 除非一条路 给人家走嘛 你路没有个路 你不铺个路 不会成功的 你不要以为 你在台上有这么powerful OK 你讲了 你如果不先预备道路 Nothing would happen Nothing would happen 所以很重要 管理太重要了 第二 管理能够使教会 肢体功能发挥 使肢体功能发挥 所以吗 能够人尽其才 物尽其用 另外一个叫豁畅 但我们没有豁在 是恩唱其流 所以你看 人要尽其才了 物要尽其用 恩典要唱其流 让他能够尽量流通 我们看管理 就让每一个管道 都能够做得很好 第三 管理能够疏解教会的问题 最简单一个例子在哪里呢 使徒行传第六章 记得吗 讲些什么 初代教会遇到管理的问题了 犯死 就犯死 连吃个饭都会吵架 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会吵架 这就是会吵架 为什么 你为什么多打他一瓢呢 为什么你多给他一个范 我就少一点了 咦 奇怪 这么简单的事情 都是一个管理的问题 都管理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见 其实初代教会 一样遇到这些问题 然后他们就要 找一些有智慧的人 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就是管理 如果你不解决这些问题的话 教会的冲突 争执就会发生 就会发生 其实吃饭是很严重的问题 很复杂的一个问题 我在很多教会都发现 这个吃饭 真的是很复杂 这个特别中国教会 每一次你说 一个午餐 每个人要付钱 两块钱 你付钱也不是 你付了钱 他们就埋怨菜不好 这两块钱 我给你两块钱 怎么吃这种东西呢 哎呀 真的就埋怨埋怨 那你说不付钱 教会负担 就是教会免费供应 那就成为教会 很大的负担 对不对 然后每一个礼拜 一百多人吃饭 哎呦 这个一年下来 就几万上万块钱了 我就很大的负担 怎么样都是 吃也是问题 就免费也是问题 收钱也是问题 都是问题 那我们看见到最后 我们教会就什么都不吃了 这个 因为我们现在教会也不能吃 没办法 没办法吃饭 你都不知道 以前我们在教会里面 天天讨论的 所有同工会讨论 就在讨论吃的问题 每一个礼拜都讨论 那我们都疯掉 算算算算算 不要再吃了 不要再吃了 因为这太麻烦了 这种事情 Anyway 就是说 连吃饭都是教会很大的一个问题 要解决 第二 没有制度所带来的问题 没有制度会带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 分工不清 分工不清 大家的事就是 什么 没人的事 大家的事就是 没人的事 那结果就是 大家会彼此埋怨 彼此埋怨 举个例子 在我们教会 我们教会其实每个工作 其实都 make sure都有人做 可我们就发现 其实后来发现 有一件事 也是没人做 就是 我们教会有很多那种 盆 像这种花 盆是真的 是盆 盆花 浇水 没人浇 没有 我们那时候 没人分配 有人来浇这个水 可没想到要浇这个水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盆 那特别在我 我的门口 有一个盆花 结果我就快死了 然后那个树就倒了 哇 马上很多人觉得 哎呀 树林征战啊 主任牧师 前面的树倒了 魔鬼攻击啊 灵恩派叫我真受不了 已经到这一句 歇斯底里 其实没人浇水 后来我们发现 这个问题很严重 竟然造成这种 属灵的危机 You see 就是这样 大家的事情 没人去管 因为人多就不会管 我们必须分派 有人来专门 做浇花的工 因为分工不清 就带来很多的混乱 很多彼此会埋怨 因为不知道谁 应当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看每一种服饰 你都需要 找一个主导的 负责 每一种服饰 都需要一个 leader 不能就以为 大家轮流就可以 No no 一定要有一个leader 你一定要学习 抓住教会 有影响力的人 你一定要抓住 有影响力的人 你说 那些人都很忙啊 没错 越忙的人 你越要抓住 越忙 越忙的人 表示他越能干 我不骗你 我们有很多的董事会 OK 我们有很多的董事会 在寻找董事的时候 有一个条件 要越忙的人 越要找 真的 你不忙 他就不找你 你越忙 觉得这个一定是 你能够 在这么忙的时候 处理你的生活 表示你很能干嘛 真的 所以你不要怕忙 忙都是忙 谁不忙 在斯里克班有谁不忙 你以为老人家不忙吗 我以为以前老人家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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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了 我们教会的金色年华 忙得很啊 我有时教会都很难 很多活动啊 我们的老人中有这个 还有唱歌跳舞 什么都有啊 你教会来很难啊 忙得很 你以为老人家 他们也很忙啊 大家都忙啊 谁不忙啊 大家都忙 你一定要抓住 这些有影响力 你千万不要 因为一个人忙 你就不抓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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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忙的人 如果他commit 他会非常负责任 他会把你处理得很好 就算他不在 也没有关系的 我们很多同工 一天到晚出差的 中国大陆台湾 到处跑来跑去 根本找不到人啊 可他所负责的工作 他一定会把他 做得很好 他不在 他一定安排别人 来把这个工作做好 你要找这样的人 越有影响 你也是越忙的 这样你越要找 怎么找 因为他吃饭嘛 把你的意向负担 跟他分享嘛 你懂 跟他讲你的意向 要这样做 就convince他嘛 你知道这就是传递 意向的传递嘛 我需要你 把这个 只有你能够做这个工作 我需要你 come on 要convince他 一旦他愿意commit的时候 你就放心 你就不必担心了 重担都在他身上 不在你身上 这是秘诀 我跟你讲 真的 其实这些年 我在教会你 我教会这么多事情 我其实担子很轻啊 因为我太多 有能干人在的时候 他们该做的事情 所以我其实根本不用担心 我一天到晚都在外面 吴医生也知道 我一天到晚都在飞在外面 我三月份 已经去三个国家 已经根本很少时间 在教会里面 可是因为 教会里面 已经有很多 这些很能干 有影响力 我只要把工作交给他们 他们就会做好 你一定要抓住这些人 在教会 你一定要identify 这些影响力 你再可以把 管理的工作 这些东西能够做下 因为说真的话 我们在教会做牧师 我们真的很缺乏 世界这种 这个管理的经验 说真的 而在 在这个 我们弟兄姐妹 在公司的行号里面 他们太有经验了 做经理做了这么多年 太有经验 他们太懂得怎么管理 那我们真的是 还是把这些工作 让他们去做 如果他们能够做得好 那wonderful 所以我想很重要 就是你一定要 抓住影响力 分工要清楚 第二个 职权不明 很多时候 没有自助带来的问题 就是职权不明 那你 什么叫职权不明 谁该做什么决定 谁该做什么决定 谁能够做什么决定 那这些东西 都要分得很清楚 不要把最后 因为你如果职权不明 最后的结果 都是牧师要做决定 大家会推到牧师 没有人要做决定 所有小事情通通 那还是等牧师做决定 那所有事情 都在你做决定 那整个教会就瘫痪下来 一定是要把职权分配下去 一定要有人 他能够做决定 每一个人都要 需要知道 他在哪一个层次 他可以做哪些决定 那真的 他不能够做决定 才回到 在上一层去做 那我觉得这个职权 一定要分得很清楚 职权分得很清楚 就比如说 有些人来到我面前 说 努牧师 我很想参加敬拜团 我要参加敬拜团 不是我能够替你做决定的 你唱得再好 我也没办法做决定 是要到我们敬拜团 团长那里去 我没有办法告诉团长 他用你 我是没办法 因为团长有足够的权柄 在我们教会 真的 我们的团长还挺厉害的 我有时候跟他说 我很不满意这个敬拜 他也没有 也没有要 听我的意思 有什么不好 他就 所以我有些时候 这个反应职权给他 我也没法抖 这没办法 只好听他的 我也常常要在他旁边 多讲讲几句话 希望他能够多听我一点 but anyway 职权在他身上 不在我身上 在他身上 那我们看见 其实很多东西 你就要很清楚 当一个人知道 他有某种职权的时候 他会负责任 他没有这个权柄 他哪有责任 责任从权柄来 他要你他负责任 他必须有这个权柄 他做这个权柄 那你要尊重他的权柄 需要尊重 除非当然有属灵 很重要的声音 我们一定要他来听 否则他 很多事情 其实你需要把这权放出去 其实没有那么多事情 真的是关于真理的问题 很多我们在教会里 吵架说真理的问题 其实想有多少事 因为真理的问题 COMEONE 没有那么多事 真理的 都是意见不同而已 想法不同 做法不同而已 那其实这些东西 我们就要互相尊重 把权柄给别人 让他去做 让他去做 那只有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同工的过程当中 你看他会发现 哦 教会才能够成长起来 你们 第三 还有一个原因 公私不分嘛 公私不分 那很多时候 我们做牧者的 就是常常 常常没有办法 在公私分明 那我常觉得 牧师绝对不能够 在体制之外 就是你的制度之外 牧师绝对不能 在制度之外 牧师一定也要 在制度之内 你绝对不能够 超乎这个制度 说好像你是例外 譬如说 我常看很多教会 短宣的时候 牧师全家都去 全家出去短宣 我请问你 如果你们教会会友 都全家出去短宣的话 可行吗 你们准吗 会有全家去短宣 你可以吗 教会还要负担这个钱 可以吗 绝对不可以的了 但你为什么 牧师全家出去 教会会support你呢 Something wrong 牧师绝对不能够 在制度之外 你需要这个制度 牧师需要在这个制度之内 我们看见 否则的话 很多事情 弟兄姐会觉得 看在眼里觉得 很奇怪这种事情 反正不公平 教会呢 每一件事情 都有一个公开的流程 让大家知道 这件事情怎么决定 不是只有牧师一个人决定 在我们教会里面 不是只有牧师一个人决定 在我们教会里面 我们有教务团 我们有理事会 彼此都 hold accountability 不是 从来没有一件事情 可以我牧师一个人做决定 没有一件事情 我可以一个人决定 我可以 convince他们 persuade他们 把我的意见告诉他们 告诉他们 我从神来得了异象 异象在这里 Come on 但是也不能我一个人决定 如果他们不buying 我知道 OK 那我们慢慢再走吧 我们一定要看见 是有个公开的流程 在这里 千万不要让你自己 一个人做决定 你发现 这一定是大家 一致同意的过程 一定有一个公开的流程 一定somebody 我们有教务团 教务团做决定 或者理事会 理事会做决定 那我们一定要有个公开的流程 绝对不能一个人 第四个就是 人事的纠缠 常常带来很多的问题 就是很多时候 讨论 对事 应该是对事 不对人 那 每一个人 因为都在不同的地位上 就会有不同的立场 不同的立场 所以 我们一定要 try to 每一件事情 讨论的时候 一定要把人跟事分开 人跟事分开 要尽量去了解别人 不要尽量去误解 我们always 人always往坏处想 你们知道吗 真的往坏处 但是我们要尽量去了解 我记得以前 Lawrence Connell 讲过一句话 他说 没有个人是一早起来 就想怎么样去整你的 应该不会有这种 一早起来 就是想办法整你 你以为他没有 那因为多半是 something happened 总是因为 有一件事情发生了 才会有这个结果 所以不要以为 有人就是一天到晚 整你的 不会 我们做牧师常常 我跟很多牧师 在concering 我就知道 很多牧师觉得 他就是我死对头 先不要这样想 先不要这样想 真的没有人是这样 很少 就这样想很少 非常少 多半 其实教会里面多半 说真的 这些义工 都是没拿薪水 对不对 他们花这么多时间在做 他怎么会说 是故意要整教会 整你 不会 但我们看 一定是something happened 那是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一定要 对事不对人 什么事情 为什么会发生 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一定要来 学习解决这些事情 那我们看 其实在教会里面 特别是我们在理事会里面 我就常常有这个经验 你知道 我这些年 我就懂得 怎么跟理事会 一起合作 以前我总觉得 奇怪 为什么 一个人一做了理事 就好像变了一个人 一样 然后就发现 我以前总觉得 奇怪 这都好弟兄 明明有推荐去 他们选出来了 选到理事 怎么一到理事以后 都变了 都跟我敌对了 都跟我 奇怪 我每一个proposal都被他challenge 这么一回事情 比以前都好弟兄 怎么都不一样 可是后来发现 我以为是他变了 其实不是他变了 后来发现 因为他在不同的地位上 立场不同 其实如果我做理事 我跟他可能会一样 说不定 你知道吗 不是他变了 他还是很爱我 他还是很爱教会 但是呢 是他的地位不同 他的立场就不同 他要从不同角度来考虑 同一件事情 以前跟我一样 站在一个角度 但现在是另外一个角度 当我明白这点的时候 带给我真的非常大的 一个释放 我就能够明白 到底理事会的功能 我的功能 我的角色 我们就能够在这些过程当 很愉快地配搭在一起 否则的话 你真的觉得 那些人就专找你麻烦 我今天还跟一个牧师 在谈话 他就跟我讲到这 一个新的理事上来 我简直受不了 他专门找我麻烦 我什么预算都被他砍 我什么东西被他 他都不满意 我就跟他 跟他开始解释 这些事 真的很多时候 我们以为这样 其实很多时候 是因为他在不同的立场 他也想要帮助教会 他也希望教会 能够更健康 他也希望教会 能够更省钱 能够更省点钱 现在经济不好 那怎么样 这从很多种角度来想 其实从这个角度 你就想 其实 你就发现 不是因为这个人 而是因为不同的立场 不同的事情 所以这些东西 我想当我们在教会当中 在管理当中 都非常需要学习 特别中国教会 我发现中国人 常常不太懂得开会 中国人一开会 桌面上都不讲 都是什么 开会完了 那真正的开会才开始 Terrible 我跟你讲 你在教会 你就发现 你在讨论 都没在讨论事情 你讲完了到最后 大家私下 还有很多的会在开 那些才是真正的会 有决定的会 在那个时候开 不是在你在台上的时候开 我就发现 中国人真的很 Terrible 这美国人永远不明白 我们在干什么 所以我们需要 常常来教导 弟兄姐妹 就是说 其实需要 在会议当中提出来 而且要有哑量 去接纳这种不同的意见 如果说他们觉得 你没有哑量 接纳不同的意见 他就不会讲 大家中国人都很清楚 你只要觉得 你不行 不讲 还是不要讲 那你一定要有哑量 Come on 大家谈一谈 就算不同的意见 就算我错了 也没关系 你要一种胸襟 所以人家说 宰相的肚理 一定要什么 撑船嘛 你要做宰相吗 肚子要大一点 真的 肚子要大一点 你那么小肚子 没办法做宰相 一定要足以撑船 然后 你的工作才做得大 你一定要接纳 各种不同的意见 一定要这样做 那我们看见 只有这样的话 你在开会 我们才能恢复到正常 大家一定要在开会当中讲 而且开会之后 不要再讲这些事情 只有在开会的时候 我们 大家提出来 而且大家有愿意的心 一同来寻求神的心 寻求同心合意 这非常重要一个过程 那其实我们教会 刚刚经过这一个过程 就是在这个 我们本来要买2055大楼 你们听过这些 2055大楼 讲了半天 那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一直学习 同心合意 就发现 但是 发现同心合意 真的是不容易 很多人不同的祷告 都迫切祷告 有人祷告 说让我买成这个大楼 有人祷告 说不要给我们这个大楼 他都很迫切 我们不同人在祷告 都很迫切在祷告 那 真的 我做一个带领的牧师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正在这个过程 学习很谦卑的学习 那这idea是我提出来的 2055是我提出来的 也是我在推动 整个意向是我在主导 那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也谦卑的需要学习 说主 如果这不是出于你的话 求你stop 我们也求神 我们也set up一个point 如果这个弄不通过的话 就是你说关门 那我必须让 让神能够有 不能说 哇 我就这样推了 那我们也为自己祷告 那我觉得我们 后来教会 发动一个90天进士道 就为整个教会的体制来道 不再是为2055买成功 而为整个体制 让我们同心合一 我觉得最重要是 我们要同心合一 无论成功或失败 我说我已经经历过 多少失败 That's okay 再失败 Sorry 最重要不是我失败 最重要是我们要同心合一 如果我们同心合一 如果我们同心合一 我们就成功了 那这些日子 我觉得那时候 真是神让我很谦卑下来 一同来学主 求你来带领我 感谢主 后来90天进入到 今年1月的时候 果然银行没通过 果然银行通过就 Alright that's it 虽然很多人有不同的方法 说我们可以来贷款 很多方法 我们说 no 我很清楚 神说 我们祷告说 如果弄不通过 我们that's it 就关门 神就关门 那我们就接受 这样一个神的 一个带领 那我们就 that's it 我就跟弟兄姐说 我不再接受别人的offer 所以别的银行 愿意见 这通通不是我们的 这个deal 我们就接受神的带领 谦卑下来 感谢主 反而2015没买成 教会也没分裂 感谢主 我们更同心合一 Hallelujah Amen 那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也学习 虽然是我主导的 我带领的 应当成功 才这么失败 是大教会牧师 失败太没面子 能说其实不是失败 是一个同心合一的过程 反而你把弟兄姐妹 更整合在一起 当你愿意谦卑下来 一同来寻求神的心理 反而整个教会 因为这件事情 会连结在一起 Amen Always对事不对人 千万不要别人 都是以为是对你 永远不要这样做 而是Always 这个事情要怎么解决 这事情在神面 怎么来看 这样的话 让你自己得释放 得释放 好 第三 就必须建立的制度 很多制度需要建立起来了 任何一个机构都是一样 任何教会都是一样 有些制度一定要建立 第一个财务制度 一定要建立起来 很多教会 财务制度 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 就是很多的混乱 那财务制度包括什么呢 财务制度包括了 就是 就是 一方面 就是 做账的 跟这个 还有这个 开支票 当然两个人不同的在做 那开支票 一个人签名 两个人签名 谁签名 这些制度都要建立起来 那也包括 特别奉献 在中国教会 最搞不清楚 特别奉献的事情 那其实在 所有IRS的规定里面 都不能够随意指定奉献 我们看这都是 指定奉献 你可以指定 但是这个 不 有足够的权力 就是说 我可以不 honor你这个指定权 指定的这个奉献 那事实上 你如果指定给个人的奉献 你也不能要个人 也不能要退税收 这个收据 因为 你不能只给个人 那 指定给个人 这totally是illegal 所以很多教会并不了解 这些 我们要很健全的财务制度 否则 我父亲在那边 为什么不给你奉献收据 这IRS根本不准你这样做 所以中国教会需要在财务制度上 非常清楚 你的任何机构都要财务很清楚 第二个 聘用的制度 教会需要有聘用的制度 不然谁来决定要聘用 秘书谁 谁决定要聘用秘书 谁来决定聘用传道人 这些都每一个都需要有制度 而且是谁interview他呢 是不是有私人私自任用呢 就啊我的朋友来来来到教会来上班就好了 还是这样呢 那一定要有公开的制度 否则的话大家就觉得不公平 不公平 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一些原则 那还有呢 教会同工福利 教会也需要有同工福利的制度 到底我们的benefit是什么 医疗保险啊 什么保险 这都需要建立制度 如果你们教会还没有制度的话 你就需要让理事会 有whoever同工会 需要来定义这个制度 否则的话做牧师 没有这个制度就很困难 你的福利呢 表显呢 这个都没有一个正常的制度 做牧师也不好意思讲 对不对 没有医药保险 教会也不给 没有钱 这都是需要 教会需要一个制度 健全的制度来 来运作这些事情 还有宣教需要有制度 宣教的制度也是很重要 宣教工作 你们到底支持哪些单位 短宣谁可以去 这个短宣的这些经费怎么来 谁来奉献 这些制度 所以都需要非常清楚 在我们教宣教 短宣的话 非常清楚 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要自己付 三分之一是 这个教会帮你付 三分之一是你要 去筹款 我们的教会 也不会帮你一起筹款 在弟兄姐妹一起来帮你付 所以起码 你一定要付三分之一 自费三分之一 然后起码 其他的三分之二 可以教会给你 或教会帮你 上面有个制度在这个地方 能够就不会 就是变成好像是 私人自己这样 run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看 必须建立的制度 这是我们所需要进入 我们需要在这制度 有制度 然后才能一切 很顺利在那种进行 很顺利在运作 第四 一定要把同工 放在合适的位置上 放在合适的位置上 那很多种方式 第一个 可以按照个人的个性 看看合适 什么叫合适的位置 其实个性是一种 他觉得合适做哪一些方面 他的个性是适合做哪些 那这个性方面 第二个叫DISC 我不知道 有多少人知道DISC是什么 没有 这是一种 性向测验 性向测验 它是一种 看你沟通的能力 像D的话 就是比较那种 dominant型的 就是比较这种 Dominant 就是比较 掌控型 他们叫做 I是influence 是比较能够影响型的 很会讲 很影响型 有些人就很会 tell story 讲一些事情 他一讲 大家都会聆听 他会影响 很有 他一讲到 你会跟着他一起 哭一起笑 有影响型的 那S是这个 一个 是steady 是比较那种 稳定型 比较稳定型 C是compliance 是比较顺服型 顺服型 就不同的型 就发现这些人 不同的个性 就有性向测验 我们做很多性向测验 你发现 所谓D 我是 basically 人家说我是high D型 叫DD型 所以跟我讲电话 就很清楚 我讲电话 就只有1 2 3 就挂电话 很快 就1 2 3 就很快 所以很多人说 我还没讲完 我已经挂了电话 所以很多电话 还不了解刘牧师 怎么搞的 这是很不care 很不关心 其实不是 我basically就常常 我讲完 我要讲完的事情 就讲完就挂掉 后来发现 其实这跟我妈妈的遗传 我跟我妈讲电话 我还没讲完 他已经挂掉电话 所以非常的快 所以我们的真牧师 我们的助理牧师 每次都跟我们同学说 跟李牧师讲话 要非常知道 OK 要准备好你的东西 1 2 3 不要废话 不要啰嗦 告诉他1 2 3 他就可以了 他就知道该怎么做 不要啰嗦 就要把重点跟他讲 就报告就行了 他说OK 所以你一定要 怎么跟主管 这个配搭 就是要知道主管 是哪一群的人 免得你到处 一天到晚就撞板 所以你要搞清楚 DISC 所以这是 性向的一个问题 第三 按不同的N次 那就知道很正常 在教会里面 我们看你的确 有不同的N次在运作 那不同的N次 就在不同的功能里面 那我想这是的确 但是另一方面 你们知道 N次也是发掘的 没有一个人是 好像我知道 exactly知道 他怎么 你再只有 again只有在你做的过程当中 你慢慢会发掘你的过程 没有一个人说 我什么都不做 很多人在 现在你们在很多 有多少人做N次调查表 有没有 N次调查表 你们做过 OK Mostly的N次 你所做的N次调查表 调出来都不是N次 那只是才干 都是你的才干 你的个性 你的喜好 你的学士 专业 都是你 那真正的我们看见 真正的N次 一定是要在服事的过程当中 你慢慢发觉出来 发觉出来 永远不是N次调查表 调查出来 所以我们看见 以后有机会再跟你们讲N次的事情 But anyway 我们看见 怎么样把同工放在合适的位置上 就按照个性 DIS 不同的N次 就可以来这样做 OK 好 我们今天时间大概就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一堂 我们到4月28号 我们再继续讲下去 再讲到最后牧养的一些工作 OK 我们一起做祷告